一類組吧 喔 OK 一類組 一類組是因為那個 那時候會選一類組是 太怕數學 太怕物理 太怕化學 一些理工科的東西 然後呢 好不容易 那個大學我 就在決定考上的這個 的端光期 我就說好開心喔 從下一開始 我可以訓練 很多最喜歡的那個 語文啊 或是 迪琳啊 後來我發現 那個 端光期是商訓院的 哈哈哈哈 他在這裡 讀第一類組的學生 考上個大學之後 應該很自然而然 就是讀 一類組的 當然啊 戲所 但是後來發現不是 他雖然叫做觀光期 但是他在商學院裡頭 所以除了迴琳分不用念之外 都要進 經濟學 壞技 對 進壞童 都要啊 所以你沒有避耶 我沒有避耶 你避不了業 就是 再怎麼樣修學分 我應該選新聞系 新聞系 是 沒有任何數據要念 不是 我當時選擇新聞系 為什麼一定要選新聞系呢 你選法律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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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會讀 不是 我們讀派記 但是我們法律 有一個財經法 基本上 對 你可以讀傳統法學啊 沒有 他們新聞不會懂嗎 不讀法學組啊 總之就是在我人生求學的歷程上 有一些 坎坷 對 餐飲 餐飲 餐飲是不是啊 沒有 要看哪個大學的歸類 有一些大學 他歸類在 文學院 有一些大學的歸類是商學院 可是那是 女生讀的比較多的關係 OK 對這個方法來講的話 顯然當然是以航性 來告訴大家 所以 理化的部分不要問我 好不好 從大廚開始就沒有打算 要去專研那些東西 然後因為最近就是 跟小朋友相處時間很難 嗯 希望未見都可以多問我一些 有關卡托車的味道 OK 那你辦不到 好 OK 那我們待會就來看一看 是 所有的觀眾 大家不知道就選 好 最有想的東西 不想 沒有 我們其實還蠻想挑戰天然的 真的嗎 對 所以你自己對於 因為我覺得他有點累了 我們這關主 剛才那一關 因為用了八成的功力 對 累死一個少一個 三次 對 正希爾 OK 好來 媽的 起中間 好 來 家裡 OK 謝謝 謝謝